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介绍小样本的假设检定 这个题目是高硬大的金融资讯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他说Z是一个normal variable N是16个样本数 这是number of observation 所以选择这个是样本数 那这个x bar是40 sample mean s平方等于25 这是sample variance 好那我们就知道了 他现在要什么 要我们去做一个检定 检定μ是不是42 那么他现在给我们了t值 给我们了两个 看看用到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他既然是要测试 就是要做一个检定 μ是等于42 那么我们就写h0 μ是等于42 这个题目我们要双尾还是单尾呢 按照这样子来看 他是要我们等于的 那么我们就做双尾 好那现在他这个题目 没有告诉我们alpha是多少 可是他给我们的条件的话呢 这个写数水准在这边 0.05 双尾 那么我们就定 alpha是0.1 因为是两尾的关系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t的概图画出来 那么现在双尾的部分 0.05 这边是0.05 这边也是0.05 好 现在我们来看 n是几 16 所以自由度 我们要查的是15的位置 15是哪一个 是这个 这个数字是多少 1.735 那么这个值当然就是 负的1.735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标准值 就是我们在查表的值 那么我们的实测的值是多少 t等于x bar 减掉 mu 除以s 除以根号n 来我们来看一看 x bar是几啊 x bar我们已经知道了 40 mu是我们的 虚无假设 42 s是多少 5 n是几 n是16 根号n 那就是4 所以上面是负2 下面是四分之五 所以这是负的1.6 那么负1.6 在哪里 在这里 负的1.6 负的1.6 是大于 负的1.735 所以它仍然是落在哪里 接受欲 它还没有落在拒绝1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话呢是 没有办法 拒绝h0 我没有办法拒绝h0的意思就是 结论 不 显著 那么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一个 简单的 什么 小样本的题目 那么题目的话呢 根据题目的条件 我们把它 算出来 做了一个 其下的一个结论 我们要搞定 我